100招高效学习法 以下是100招高效的学习方法 分解目标 将复杂的目标分解为小目标 逐步实现 关注重点 优先学习最重要的知识点或技能 获习 经常复习学习内容 尤其是过去学过的内容 练习 透过练习来强化记忆和技能 专注 学习时专注于学习内容 避免分析 自我测试 定期进行自我测试 以检查自己的理解和知识 适当休息 适当的休息可以帮助恢复专注力 和提高学习效率 多角度学习 从多个角度学习同一个主题 以深入理解 实践 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加深印象 可以分配时间 分配适当的时间来学习和复习 以确保学习效率和成果 制定计划 在学习之前 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 包括学习内容 目标 时间表和任务 使用多种学习资源 利用各种学习资源 如角课书 笔记 影片 网络课程等 学习笔记 透过笔记 将学习内容整理和记录下来 有助于加深理解和记忆 与他人交流 和他人讨论和分享学习内容 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和记忆更好 培养好奇心 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态度 能够激发学习兴趣 让学习更加有动力 运用弹性学习 学习时根据自己的状态 调整学习方式和时间 运用弹性学习 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有助于保持精神状态和专注力 应用反馈 经常反馈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成果 以及及时修正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持续学习 不断学习和进步 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投入 乐在学习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 让学习变得有趣和愉悦 享受学习的过程 这样才能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理解学习风格 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 如视觉 听觉 动手等 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学习目标 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以便掌握学习进度和方向 利用科技 运用科技工具 如线上学习平台 学习软件和应用程式等 以增加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学习动机 保持正确的学习动机 如兴趣 求知 成就感等 以激励自己不断学习和进步 管理压力 学习是需要付出努力和时间的过程 管理好学习中的压力和焦虑 以维持健康的身心状态 学习环境 创造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 如宁静的房间 明亮的灯光和舒适的椅子等 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舒适度 反思学习 经常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以发现不足之处和改进空间 建立学习习惯 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 例如定期学习 做笔记 进行复习等 以养成长期的学习习惯 学习积极性 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 不断挑战自己和探索新的学习领域 以激发学习的动力和热情 学习社群 加入学习社群 与他人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 互相学习和支持 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应用教学法 采用不同的教学法 例如问题解决法 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等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 学习价值 意识到学习的价值和意义 了解学习的重要性和对未来的影响 以增强学习的动机和信心 开放思维 保持开放的思维和态度 接受新的知识和观点 并且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学习内容 专业发展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技能 参加培训课程和学习活动 以扩展知识面和提高竞争力 学习方法 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如朗读 记忆法 思维导图 速读等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自我激励 自我激励和鞭策 给自己设定挑战和目标 以不断推动自己前进和进步 保持好奇 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知识和领域 学习方法论 学习方法论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了解和应用学习方法论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应用实践 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储存和学习 更重要的是实际应用和运用 以增强理解和技 学习心态 培养积极和健康的学习心态 例如自信 耐心 坚持和韧性等 以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心态 掌握技能 学习技能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需要不断实践和练习 以掌握技能和技巧 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可以扩展知识面和文化事业 提高交际和职业竞争力 学习经验 学习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要不断累积学习经验 并且从中学习和提高 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式 需要自己主动寻找学习资源和进行学习 学习目的 了解学习的目的和意义 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 以激发学习动力和信心 有效反思 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分析 以发现自己的学习不足和改进空间 持续改进 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和策略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创新思维 鼓励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 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独立思考 鼓励独立思考和判断 不要盲目接受他人观点和意见 以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 学习相关技能 学习相关技能 如时间管理 问题解决 沟通能力等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并且增强竞争力 开放学习 开放学习是一个新的学习模式 可以从网络课程 开放教育资源中获取知识 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进行实践 学习需要实践 不断进行实践和应用 以巩固学习成果 学习过程中的错误 学习过程中会犯错 需要正视和学习错误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可以增加学习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尊重学习差异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和方式 要尊重学习差异 让学习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 学习动机 了解学习动机和目的 以激发学习动力和热情 学习时间 利用时间来学习 保持学习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学习障碍 学习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 要正视和解决学习障碍 以保持学习进度和方向 学习资源 运用学习资源 如图书馆 网络 软件等 以扩展知识面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学习方式 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如阅读 聆听 观察 练习等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提高记忆能力 学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记忆 需要提高自己的记忆能力 运用记忆技巧和方法 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养成习惯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生活品质 学习态度 保持积极和健康的学习态度 例如自信 耐心 坚持和任性等 以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心态 实践经验 学习需要实践和应运 实践是学习的关键 可以增加经验和知识 持续进步 学习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需要持续进步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学习兴趣 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愉悦 运用反思 运用反思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自我评估 进行自我评估和分析 以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并且不断改进 进行总结 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总结和归纳 以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学习意识 保持学习意识和学习热情 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 积极思考 学习需要积极思考和探索 以激发学习动力和热情 运用多元智能 运用多元智能来学习 不同的学习方式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开放问题 学习需要开放问题 不断提问和探索 以深入理解和记忆 掌握方法 学习需要掌握方法和技巧 运用方法和技巧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计划学习 制定学习计划 包括时间安排 学习目标和方法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运用教材 运用教材 如教科书 参考书和网络资源等 以扩展知识面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知识整合 将不同的知识整合起来 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并且促进创造性思维 运用互联网 运用互联网来学习 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以扩展知识面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确定学习方式 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式和风格 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开放学习网站 利用开放学习网站 如Coursera Lilax or Udacity等 获取高质量的线上教育资源 反思学习过程 即使反思学习过程 发现不足和改进空间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制定学习策略 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增加阅读量 增加阅读量 不断阅读和学习新知识 以扩展知识面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掌握基础知识 掌握基础知识和概念 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知识 运用应用技能 运用应用技能 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运用图像化 运用图像化方式来学习 如图表 图像和思维导图等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运用教育工具 运用教育工具 如教学软件 互动教学等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运用互动学习 运用互动学习 如问题解答 小组讨论和线上交流等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运用游戏化学习 运用游戏化学习 以增加学习区位性和互动性 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学习反馈 及时获取学习反馈 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和进度 以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 运用问题解决 运用问题解决方法 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熟悉教育制度 熟悉教育制度和评估方式 以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和目标 运用情境学习 运用情境学习 以将学习和实际情境结合起来 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课堂和学习活动 以增加学习互动和趣味性 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运用教育APP 运用教育APP 以扩展学习资源和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培养好奇心 培养好奇心和探究精神 不断探究新知识和问题 以提高学习效果和成果 学习策略调整 根据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进度 及时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 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运用科技学习 运用科技来学习 如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等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成果 热爱学习 热爱学习和探索 学习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过程 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实践 保持积极和坚定的学习态度 最终达到学习目标和理想 Dr.David Inlind大卫博士 透过爱提供给大家